好 陆秋 逗逗 你找我 我们俩是专门来告诉你 我们要结婚了 逗逗 我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你说 你不会介意吧 没有 没有想哪儿去了 挺好 挺高兴的 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最近 逗逗 我知道你们俩 以前谈过 真得谢谢你 若秋是个好男人 我也不希望被别的女孩抢走 谢谢你让我认识她 她真的对我很好 挺好啊 终于如愿以偿了 是吧 白雪一直想找一个大款 我没那个意思哈 就是 旅游车不错 有三辆车 你这下高兴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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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很突然 多多 我觉得你说得对 宁可要身体上受苦 也不能感情上受苦 真的谢谢你 让我找到这么好一个男人 这是你们的缘分 跟我 跟我没关系 多多 我们俩的婚礼仪 一定要来参加 不来的话 我们不会幸福的 好 我 来 来 来 这样 白雪 让我跟豆豆说几句话 好吗 好 你们聊 不要 白雪 不要 祝你们行 豆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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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把我气死了 真的 我当时看见 白雪跟李若秋在一块 我 我脑袋都是嗡的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知道吗 我买一块上的呼啸 这么多年 我所有的事情都跟她说 是我最最最最最铁的姐 门 闺蜜 知己 现在居然跟李若秋好了 你说我 我最好 你为什么把这事告诉我呀 我不告诉你告诉谁 我是拿你当我真心朋友的 再说了 你都告诉我你跟杨亦凡的事情了 那我有事 我当然得告诉你了 人家为什么不能这样 人家为什么不能好 她是我好朋友 你好朋友怎么了 女未嫁男未婚的 为什么不能好呢 可是你跟谁结都行 你跟谁好的 你跟我以前的男朋友 她又不是不知道 这你觉得合适吗 以前的男朋友怎么了 照你这么说 那我还结过一次婚呢 就不能再结了 雨昊这是两码事 那怎么两码事嘛 这你说大街上 你说大街上 你跟谁 你嫉妒 我嫉妒 我嫉妒白雪 别逗了 我嫉妒她我有空呢 我 我现在嫁给余蔚 我嫁给你哥 我过着我的幸福生活 我嫉妒她去 你不嫉妒你 你干嘛那么嫉妒啊 谁嫉妒了 谁嫉妒了 你不嫉妒你干嘛喝这么多水啊 我 给服务员都要了多少杯呢 我渴 好好好 我不逗你了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 你说这白雪也真是的 这事做的实在是挺过分的 你说她还背着你去干这事 那干嘛呢 她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 让你给她做个媒人 那这么做 以后她都没想要怎么见你啊 就是啊 你至少给我打个电话 你说你想跟李若秋好 你至少客气地问我一下 你介不介意 那我肯定没话说 我说那行 我说不定还会主动介绍给她 哪怕就是你俩好了以后 你给我打一电话 你说那个 逗逗不好意思 我跟李若秋好了 我真的都不会说什么 至少 我觉得我应该有个知情权吧 好了 现在这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好了 你说这 这现在的女孩子 我真是服了 这速度太快了 逗逗 好漂亮的车啊 逗逗 我是专门来给你送请帖的 我跟若秋希望你和余蔚 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什么时候 十月二十号 那我们尽量吧 逗逗 我知道可能 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 没有 白雪你想多了 那最好了 确实这样 可能有点为难你 但是 希望你能理解我跟若秋 逗逗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还是那句话 要是得不到你的祝福 我跟若秋都不会幸福的 我没那么小气 谢谢你 谢谢你 一定要幸福 一定要幸福 嗯 逗逗 你怎么来了 白雪结婚 于心于礼 我都得来吧 你 我本来我就紧张 今天结婚 你这一来 我就更不知道该干什么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你不就结婚吗 至于那么紧张吗 实在不行 嗯 要不然我走 别别别别 我不是那意思 最近还好吗 挺好 预备好吗 挺好 那就好 挺忙的吧 结婚好多事得张我 瞎忙 逗逗 你还跟以前一样 还是那么漂亮 你也很漂亮啊 你看你这 这花带的 这这西服穿的 这新郎官就是不一样 恭喜恭喜啊 你觉得这照片怎么样 挺好 本来这照片里边 应该是我们俩的 白雪是个好姑娘 对 我了解她 希望你对她好 真心好 也希望你们幸福 逗逗 我会的 我会对白雪好 也希望你跟你个微信 我去找白雪了 好 感谢大家 很久不见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